从检视器上可以看到一棵大树 瞬间的倒塌 树干将道路完全的阻断 倒塌的当下 还有一名女学生被压到 索性她躲得快 只有轻微的擦缩伤 经过了评估之后没有大碍 而台湾受到封面的影响 全台都有降雨 台北市一早就降下了大雨 国立台北科技大学校园旁的围墙 一棵高约20公尺的树木倾倒 消防局早上10点多的时候就接获了报案 中校东路三段发生了路数倒塌的意外 一次早上的雨势太大 造成了树根的松洞才会发生意外 而这棵树其实非常的高大 直径就约有20公分左右 一倒塌就造成了路边停放的 三辆汽车都被压毁 半斤几乎都被压坏 现场其实看起来相当的惊悚 索性事发的当下 没有学生直接的被压伤 紧销也紧急的拉起了封锁线 尽力将树干清除尽快恢复道路的通行